嗨 大家好 我是希恩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過我的頻道呢 請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然後呢 把你的小鈴鐺打開 就是因為不定期 所以才需要大家把小鈴鐺打開囉 然後這些歌唱小技巧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記得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關於歌唱 如何有爆發力這件事情 其實它有兩件很重要的關鍵 一個就是我們的共鳴 第二個就是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濕力 才能夠讓我們的共鳴呢 不是用喊的 才不會用到我們這個喉嚨的力量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呢 喉嚨在用力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 要把抱青筋或者是臉上抱青筋 都是因為我們的脖子跟肩膀呢 或者是下巴呢 或者是舌頭呢 很用力導致而成的 那我們必須要保持在我們的小腹 所謂的丹田 跟我們的橫膈膜呢 要有一個微緊張的狀態 那微緊張是一個怎麼樣的感覺呢 你想像現在有一個人 他要準備揮一拳 揍向你的胃 揍向你的肚子 腹部的地方 你會怎麼樣 你會這樣 一個小小的 對不對 就是一個用力的感覺 維持那個用力的感覺 但是我不要你真的很用力好不好 你很用力就沒辦法唱歌了 所以 微微的 一個人要 打向你的肚子 然後你會稍微有點這樣 緊張感 但是在唱歌的時候 保持這樣的緊張感是好的 因為你如果肚子鬆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施力 這是第一個方法去感受 或者是用第二個方式去感受 就是 欲言又止的感覺 欲言又止的感覺呢 好像是 我現在想要回答你們說 不要啦 不好啦 我剛剛一開始都是用 啵或啵 這兩個呢 都可以 因為想要用我們的嘴唇 來代替我們的聲帶 因為如果不知道 怎樣控制力道 然後一直用 欲言又止 反而讓我們的聲帶 會一直這樣 碰撞 碰撞 當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大小力的時候 對我們的聲帶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嘴唇 來代替囉 所以你可以用啵或咳 比如說以下的字是 像 布 或者是 抱 或者是 跑 好不好 跑走了 跑走了 欲言又止 當欲言又止的當下呢 我們的身體呢 腹部也是用力的 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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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摸看 吐吐看好不好 它不是鬆的不是軟的 是一個微緊張感 我的椅子為我們自己下降 我的椅子為我們自己下降 好 就是個微緊張感 所以當我們的身體呢 在一個這樣的用力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能夠來控制 我們的氣息還有我們的共鳴 那 至於氣息跟共鳴的方面呢 嗯 大家就到 邪恩的 CING TIPS當中呢 看看有沒有 你們所需要的資訊吧 那記得唷 當你呼吸的時候 你的腹部一定要放鬆 就好像是你的小腹 凸出來一樣 是放鬆的凸出來 不是用力釘出來 放鬆 很放鬆的感覺 因為唯有 當我們的腹部 放鬆的時候 才能夠很自然的呼吸 有些人在呼吸的時候 會這樣 到吸 這樣的呼吸 只會讓我們越吸越淺 身體越來越緊張 所以正確 或者是自然的呼吸 就是當我們的腹部 完全放鬆 當我們探息的時候 身體是放鬆的 你這樣才能夠把氣吸滿囉 如果對於今天的練習呢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 留下你的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分享 你的練習狀態 我呢 就會再找時間 來分享大家的問題囉 好嗎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對你有幫助的話 不只是自己看 然後也要分享出去囉 Bye